纽约州长库默和专家团队本周在长岛宣布启动红旗法案的宣导项目 帮助民众理解此法案 专家向教师、学校官员和家长代表表示 一旦发现有人出现危险的征兆 学校人员、家长都可与执法人员联系 向法院申请极端风险保护令 法庭可禁止危险人士持有或购买枪械的权利 这些危险征兆包括制造或想要制造暴力威胁 带武器进入学校 有施暴历史以及在近期愤怒或冲动的情绪加剧等情况 库默宣布州府为此 也建立了一个呼叫中心和一个宣导网站 其中呼叫中心将在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9点之间运行 专门接听和处理有关极端风险保护令的问题 纽约州红旗法案在今年8月24日正式生效 是全媒首个给学校老师寻求法庭干预的机会 防止校园枪击发生的法案 新唐人记者韩瑞有约报道